香港好故事將來五十歲都可以報考警察 資訊封鎖,總教促施攬炒,外資大規模撤離 蔡天鋒案,吳姐出擊 尼家超新搞作,立法會設行政長官互動交流達文會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0日,星期三,我是May 報導真相,爭辯是弊,需要勇氣,更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提起廣告,和按下一個superfans,多謝 話說美麗新香港校,低處未見低,說的是香港警隊的入職要求 上幾期節目,我們曾報道過香港警隊本月5日起大幅調遞入職要求 怎知報名人數依然寥寥無幾,特別在招募的第一天 招募中心在早上11點開門至下午1點半 只有一個人來認證這麼大把,真是好餘! 沒辦法啦,唯有繼續降低入職要求咯! 警務處人事部招募組警司陳傑峰5月8日在LOW節目上說,警隊調整入職要求 目的是便利效新,認為身高體重,與守護香港,服務市民的核心價值不怪勾和 陳傑峰還表示,有許多有志之士是否就是差1cm,差1公斤就不能加入警隊呢? 相關因素是否會影響這個人才虛服務社會,守護香港,我覺得不等於 他還透露,其中有40多歲的貨車司機本身因為身高161厘米而不達標,如今終於可以實現兒時抱負啦! 嘩,真是好賴智呀!不知道警隊何時會將入職年紀要求降低至50歲、60歲呢? 我相信很多阿伯、阿公兒時的夢想都是做過香港警察,不如香港警隊也幫這些公公伯伯實現兒時抱負 實可以說好香港故事,反正美麗新香港客,什麼都是次要,最重要忠誠,陳警司你說是嗎? 不過,網民中有很多疑問,我不斷以找幾條代文發聲,不知道陳警司可不可以出來解答一下呢? 問題1,如果在學堂跑兩步就心臟病法怎麼計算?有沒有號原位? 問題2,我雙產插一隻手行不行?問題3,退了休都可以申請嗎? 問題3,事到艱難,想找一份part time job,好過做漆仔 問題4,我50歲,153高,做了30年保安工作,夠浪費巡邏經驗,夠不夠資格? 問題5,我83歲,183cm,想做到91歲,OK? 問題6,將來警犬的要求是否都會隨之降低?唐狗、智華說都可以與時並進做警犬? 還有,我又想問問陳警司你,你說差1cm,差1公斤沒問題,如果我差1元可不可以坐車?交稅時,我可不可以交少1元?我都很愛國愛港的! 還有,既然我們偉大的警務人員那麼愛國愛港,人工後面少過零,不知道又行不行? 如果大家贊成警務人員人工少過零,在評論區留言投票吧! 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新修訂的反間諜法,該法例範圍廣泛,定義蒙滬。 外企擔心在華營雙風險增加,加速撤離,香港會否走上同一條路? 修訂後的反間諜法將於今年七一起實施。 該法例擴大洩密的對象範圍,對在華外企業產生航蟬效應。 企業擔心正常商業活動,例如收集當地市場或競爭對手的資料,會被視為間諜活動。 大陸近期已從事間諜活動盤問、溝查、拘捕多名外國職員。 視頻人顏寶江形容習近平正在加速攬炒,因為他越來越堅信西方尤其是美國威脅中共權力掌控的全操。 習近平最近多次強調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強調國家安全是經濟發展的基礎。 顏寶江指,此表示習近平要將抵禦外國威脅的重要性放在歡迎外資的前面。 不過隨著國外問題的升級,外資都在大規模撤離。 數據顯示過去一週,全球投資者通過《滬深港通跨境交易環資》從中國股票中正撤出近32億美元。 這是自去年11月以來最長的一次資金外流。 4月尾,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加拿大第三大養老基金安大略省教師退休金計劃,上週已將其駐港的中國股票投資團隊停溫。 報導表示,上述決定在中國與西方之間關係一億緊張,以及全球利率上升, 導致股權投資環境充滿挑戰的情況下作出。 OTPP規模達1820億美元,在去年年底已完全退出中國國內A股市場,消息在投資界引起巨大震撼。 這樣,在總書記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指導下,香港會否走上這條封閉資訊的道路? 眼保光表示,三年前有信心答絕對不會,因為大陸要靠香港聯通國際,資訊封鎖正正是資金流通的最大天地,兩者只能移除其一。 不過,今天的新香港,這個答案就不太肯定。 她表示,兩年前政府收緊公司登記查冊新安排,之後禁進一步收緊車輛登記查冊,今天所謂國家安全概過一切,恐怕香港很有可能逐步走上大陸資訊封鎖的道路。 蔡天鎖案8號議題堂,法庭宣布延後至7月31日再信,坊間一直認為案件背後誰好心,分分鐘獻年政府官員。 最近,案件焦點又轉移到真產方面,蔡天鎖媽媽張燕花逐日品高院禁止礦球出售加多利山豪宅愛, 最近亦承認正在申請兩名升框外宣的撫養權,以及而申請擔任遺產管理人。 有網民認為,吳姐賭博成癮,只怕照顧外宣是藉口,鎮殘是目的。 蔡天鎖於2月21日被肢解,慘案爆出不足半個月。 3月6日蔡天鎖媽媽、吳姐、周日品高院,申請金劑框球出售加多利山豪宅。 吳姐在入品狀要求,礦球在未獲同意下,申請出售、處理或轉讓蓋物業。 值得留意的是,吳姐要求法庭下令礦球歸還業權於她本人,否則有法庭提名有關人事處理。 外界關注蔡天鎖,屍骨未看,其母已為真產採取行動。 半月初,董州罕獨家報導指,連續多日直擊吳姐與其現任丈夫延伸律師行臨立的金鐘力部中心。 吳姐離開律師樓都神職形中,不是周美,顯得心事匆匆。 報導指,吳姐與丈夫在大廈外等車期間,二人會用海南家鄉華交談。 東州罕記者隱約聽到吳姐說,都叫你登記身份證,要找地方被子女住。 丈夫則回應,那些事都無額名,登記都無用。 據知情人士透露,吳姐頻頻找律師密針。其中之一是處理遺產事宜, 相信她要申請兩名升礦外宣的撫養權及申請擔任遺產管理人。 東州罕獨家專訪吳姐,她承認近日有出入律師樓, 稱,她律師樓是因為有兩個孫由我照顧,去辦理她們的撫養權,是千振萬礦。 至於是否擔任遺產管理人一事,她稱,因涉及女兒,故此不想回應。 對外界指,她愛好賭博兼豪賭一說。 吳姐表示,剛有時會跟朋友打麻將,可能一場麻將輸五十萬,在外人眼中是賭身家,但其實都是在自己經濟範圍之內。 吳姐一向喜歡在社交平台怨婦,展示奢侈品及富貴生活。 有疑似知情的網民,路軍吳姐是垃圾、人渣、大話精、細黑錢、露片門、賭錢、打麻將成癮。 而且虛榮心極強,當女兒是搖錢輸。蔡天鳳的遭遇,吳姐是要負責。 還有網民表示,有錢當然是搶。招呼外孫是藉口,當小朋友是工具,真殘善是目的。 如果小朋友跟了她,學賭博就慘了,日日喪賭,一圈黑錢五十萬。 另有網民留言抱怨:「比著以前,這些那麼誇張的命案,做十多期雜誌封面完全沒問題,內幕東西不停爆。 沒爆料也有花邊新聞八卦下,現在靜光,沒辦法。香港新聞自由度全球排名140位。 現在要我們自己去她們的IG小紅書裡提完再猜。」 李家超本月9日出席行政會議前向媒體提出, 上個月的大灣區考察團規格及規模事務前例, 行政立法前所未有敢達成一篇,拿她有所啟發。 她形容雙向的溝通和交流, 比單向只是議員問,而官員答更有效。 在答問會上,議員除了提問,也可以發表意見。 如果議員提出議題以外的問題,李家超明確表示,我也會回答。 李家超透露,會議將會像一般行政長官答問會般公開舉行, 舉行次數代定。至於第一次答問會, 將於本月11日下星期四舉行,主題定為二十大級兩回精神。 聽起來,這個交流答問會好像與林謝哥快問快答無何分別。 有網民就覺得很荒謬,因為議會議員向行政長官和行政機構負責人提問及質詢, 就是理行監督職能。本身已經是雙向。 現在提出的雙向根本就是由行政長官設行大方向, 主導議員議正題問的內容範圍,進一步閹割議會功能。 另有網民反映,民生福祉就隻字不提,紀律部隊操守問題不說, 而民潮視而不見,一日到刻只提維護中共的二十大。 另外,也有人諷刺,未聽過有人會與家的工人開家庭會議, 反正都是一言堂,辦什麼言論自由,一於你說,奴才聽,那就快捷啦。 為什麼不索性取消行會、立會、區會,直接行政主導, 又快捷又有效率,省回不少公帑? 先不提民選議員去哪裡?只看主題就知道會不是說民生, 完全不關香港事,無事好說,也無事要問。 好,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多謝您的收看,我們明天見,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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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